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到底是昨天比较痛苦 还是今天比较痛苦呢 昨天无预警的下沙999点 但是盘中却看到有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中小型的热门题材股 是收一个下影线 那今天呢 开高却走低 很多人留下了一个上影线 好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人抱怨说 哎呀 一开盘以为要反弹了 冲进去却被套 好像市场的资金 真的是信心相当的不足哦 今天的成交量也回到了3000多亿而已哦 整个又缩下来了 大家在等什么 也许还是得等礼拜五的 非农就业和失业率 那到底今天这样子开高走低 明天又该如何布局 甚至更远一点 9月到第四季 我们该如何看 接下来的景气走势呢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好 第一位是国宝级的技术现行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 杜大师知道大家辛苦了哦 因为昨天的重挫 今天的反弹 最后可能感受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要沙盘推演一下了哦 这一次到底跟上一次 8月2号跟8月5号的股灾 有雷同处还是不一样 因为上一次V转反弹 很多人觉得我没有抢到反弹 很恶腕 那杜大师要来教大家了 这一次重挫999点之后的反弹态势该怎么看 但不要忽略了汇率的影响哦 今天杜大师要独家带来 日元继续升值 所以工具机跟机器人相关 虽然今天开高走低杀 但是后市却不容小觑哦 好 第二位是我们国泰正旗的蔡明翰 明翰经理 明翰经理对科技股一直都很有信心哦 那辉达出来喊冤了他说哎呀你们讲司法不发我传票 我没有收到传票好 看来目前有可能是一场乌龙 那市场要还辉达公道吗 要还科技股公道吗 等一下听听看明翰经理怎么说 但重点来了每一次下杀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了 那到底谁会让你有信心 好有研发能力的公司一定让你有信心 而且等一下会带来独门的数据 有研发力的公司在大盘下跌的时候抗跌 在大盘回复反弹或上涨的时候绝对会随涨 等一下来听一下明翰经理的解说咯 好第三位是齐全王子张领忠 钟哥 钟哥有发现外资现在连续三天在大台空单 哦快速的减码耶 还记得前几天我们有点发抖耶 因为本来在四万口以上的空单 今天哦降到两万五千多口了 外资空单极降 但大家会怀疑 可是外资现货持续在卖超 钟哥等一下来帮大家解读了 他认为外资看空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如果到最后的阶段 那迎来的是什么 就是触底的回温哦 触底回温 等一下钟哥还帮我们很佛心的算咯 谁现在低于他真正的价值 谁现在法人默默在布局 等一下来听听看钟哥的解说 首先有请我们的杜大师 赵娃好 杜大师 到底是昨天比较痛苦还是今天比较痛苦 昨天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定会中错 所以那个瞬间开完以后就结束了 那今天大家知道会反弹 反弹完以后你就会被楼令 因为他 被楼令 因为半小时的话好像要走高 可是到十点完以后就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到十二点以后就嘟嘟嘟嘟 对 像我昨天我本来就心里有数 要去抢那个买开盘加 所以昨天也开心 对 很开心买到有的低点 还有的没有 那今天晚上看那个美国反弹 我想说今天一定会涨 就在那边死守说 到底要不要把它拔短 或是说摆着 后来我论稿的时候 那个资料论完以后 我决定说这一波只是短线反弹 应该开盘的时候先把它漏大 好 大概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一瞬间 大概是这样 好 这个一瞬间到底怎么判断的 是好几十年的功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大家都觉得上一次我们大跌之后 急速反弹 那这一次会不会急速反弹呢 对 因为我为了要上今天的节目 我就特别说三次的重挫 跟这一次的重挫 有没有不一样 我昨天看完几个资料 我就认为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是 一般来讲 就是第一个就融资一额 因为上次两天 大概砍了差不多四百多亿 而且减肥了大概十四趴 另外还有一个VIX 那个孔安指示 上一次的话是四十几 昨天我看一下 好像二十几左右 大概这两个我就 再来就是看连K线 我们等一下讲 那大盘今天开高到十点以前 都是还回着非常强 而且今天你看到台积电 那时候还拉上来 还越涨越高 对 而且还拉富邦金 国泰金把整个大盘撑上来 好像是快要又微转 那我因为我开盘就卖股票了 我想说又卖错怎么办 还想不到如我所欲起下来 因为一般来讲你大跌晚以后 跌了一千多点 你今天跳空上来 那个阻力都还没有买到 好的话 这个叫甩轿 把你们这个短多人甩下来 那昨天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刚才没有讲 上次那个大概有集中市场有四百多家跌停板 昨天没有 昨天只有好像五家左右跌停板 而且晚上我都会看一个零股交易 昨天零股交易占成交股数的比重非常高 也就是我们讲的 昨天很多那个去买台积电 所以这个 那我们看大盘 今天其实大盘开高 左低K线是流上影线 比较弱势 就今天整个跑来去 昨天藏黑 今天K线收黑 那大盘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 就这边A B 我们上个礼拜 教育民讲说VIPO 这边希望以盘代跌 那因为昨天今天 昨天的跳空缺口 我认为我昨天在做字卡的时候 我认为理论上这个VIPO确认 所以我就把字打上来了 本来没有这个字是不是 对 没有这个字 我把它打上来 那打上来这个观点就不一样 就说你要去打VIPO 那以前这个VIPO 我今天字卡就说 这个子雷信号在哪边 那是不是会跟Apple 一样的悲观 那我们再看整个 所以目前我们这个是V的 再来V 那再来这一次跟上次 8月5号两个不一样 一个上次那两天 大概多六千三百亿 而且融资有大概两天 砍了四百多亿 那这一次昨天是九百多 那我们刚才有讲 跌停加速 那说四百多加 昨天是只有个位数 另外这个所谓的成交量 也稍微比较不一样 那再来看今天 因为我们今天反弹上来以后 昨天四百多亿 今天其实早盘的话 就看一下只有三千多亿 如果说尾盘 那不是砍下来的话 今天大概三千多亿 我们最近最怕是重挫 有人会进来抢 可是等他下影线拉出来 要反弹的话 大家就跟我一样 站在外面 我就不买 等你有重挫我才买 所以造成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下来有人买 上去没有 就代表说你这个跌股不够 大家认为你这个时间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那从这个K线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话 就说他谈上来 在基线都没有够 那这一根已经在告诉你 就说我今天要晚下去做了 因为在这边十三天的机会 而且你又晾到窒息量 那晚以后你这晚下来 你看今天很可惜 你看整个大坎K线 还是收黑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应该晚下去找一个相对低点 那我们大概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嘛 这一条线 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 短期上升轨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这底下还有一段空间 如果大概你没有到那边位置 那个买盘就不会进来 这是我个人对于 整个大盘的一个看法 好 大盘的话 现在B写上去了 对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对对对 那个写上去 我的观念就是说 有几地我就买 有涨 我赶快把它卖掉 因为在这个下跌当中 你一定第一个东西要持有现金的控制 比你买卖股票来得重要 好 所以如果现在手脚没有像您这么快的人 可能保留现金会是个比较安全的做法 对对对 然后也来看一下台币 对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波也是一样 台币贬值到7月31号 完以后就开始紫便回升 那我们就开始反弹了 那只要奇怪 大家不是说美国要降利息 可是美国十元一公债 就没有再下跌了 因为有一点点恐慌 对对 完以后就上来 美人只是大概大概一百完以后就弹上来 所以我们台币就开始贬值 今天虽然升值 可是他就没有再像说一路开始升值 那所以你会看到 外资一直卖一直卖股票相对 那我们大概央行这一次也希望 他希望我们台币贬值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相对比较 你贬值对我们出口 出口有利 因为我们主席总数都认为 我们下半年的出口的成长力 比较不是那么高 所以他也希望台币最近比较弱势 比较来得好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看台币 就会看他开盘的那个是生埃贬 还有看日圆 因为最近日圆又开始要升值 那今天最主要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最近的盘势 因为他上市在八一三 那昨天又破九百块 那理论上现在台积电越来越难做 因为他人家太厉害 只要重挫你去买 大概短线都会这样 那他九月十二号又除息四块钱 那理论上 如果说你最近在买 这个台积电买完以后 你其实没有卖 没有关系 因为他长线是看东西 因为现在很难做 很难做 像我是喜欢 本来就有 而且我只要有这个跳空缺口 我一定是买台积电 这个是我在这个节目一直在讲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好机会 跳空缺口是好机会 昨天卖的那个外资 今天买的根本就两码事 所以那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短线的一个买点 那外资调高这个目标价 这个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每次重挫也是他砍的 拉也是他砍的 所以我认为你只要看台积电 哪边止得 大盘就止得 如果说台积电这一波 他一千块没有过 那这次这个点也没有过 那大盘应该他又往下去探 好 现在杜大师其实给我们蛮多风险上的提醒 像刚刚讲到台币 如果台币走弱 事实上对修正 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对对 那宏海是昨天我有去买他 因为我认为现在GV240 他比较强 因为AI在跌化 他也有那个瓶盖的关键 对对 所以昨天他是开底左高 而且昨天大盘在跌化 早盘一直有人在买他 一下马上两万多张 那今天有可能是大家认为 他那个八黑问云说 MOM减少 市场严格 其实年增率是32.8 只是跟上个月月减了4.2 投信做股票一定要主页成长 稍微有赏值 严格 他就会把它做一个调决 所以他今天相对比较弱势 因为昨天以他的K线来讲 你今天买他是应该是不错的 那想不到今天大盘大涨的话 他不是开高走低 就是在反映这个营收 营收没有月增 所以外资有没有 这是广达 广达 为什么联络两天 他因为这次整个大盘在跌是非打 所以非打的话 他相对比较 比重高 比较高一点 他没有那个iPhone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昨天其实一开盘 我们就跌8%左右 今天相对比较弱势 所以AI这个F4的话 大概台积电跟红奶 是目前相对比较稍微强一点 好 我觉得今天杜大师你厉害了 因为你找了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在今天是洗洗刷 震荡非常大 虽然日圆升值 对 可是工具机跟机器人相关的 今天很多都是开很高 走很低 股票本来就是这样 我昨天硬坚咬的牙齿 大盘跌1000点 我咬的牙齿 把他撑住 有没有 你把他撑住 没有 有人把他撑住 那今天大盘一定会开高 我看等一下不要让干 赶快跑一些 这个是主力股一定会这样 所以这个类股 今天会开高走低 一定是必来 因为你要做比较长的话 好机会让你调一些股票 不是看坏它 所以来讲 你看到昨天想的这个 稍微比较强 今天这开盘还拉到涨停 尤其昨天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过分了 因为大盘1000点 这个昨天创高 今天大拉回错 这个今天创高直接中错 那这个机器人也是一样 今天因为整个在涨的话 他相对比较强势 那我们看公积机 其实公积机前一阵子 我就想要推荐 因为日眼神指晚宜 这公积机真的在那边盘很久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点两支 就是东台跟这个上银尾 上银尾 上银尾 上银的子公司 对 上银尾 这也是今天洗刷非常大 对对 因为上银有十股 他七趴左右 他也是机器人概念 他是比较平稳 那他也是刚出量 那这两支都有一个共同特性 就没有很想研究报告 获利 大概都一点点 但因为获利比较 所以他短线如果拉回在这边附近 应该都是还有一个短多的题材 因为日眼神指晚宜 攻击机理论上在那边温了那么久 那大概钱有时候就会跑到这个类骨 所以今天这样上下洗刷震荡 还不至于太过需要担心 对 以这个类骨来讲理论上 因为他们你看到 那个日K线都在这边出大量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在看K线图 就是说你只要盘整很久 出大量 大家的成本都在这附近 我一直在讲这个 主力的成本在这边 那你一般来讲 你拉回在这个附近 他平均成本 那大盘如果说有上来 他当然就会有一个机会在上涨 好 这边非常谢谢杜金荣 杜大师 好 杜大师今天还是做了 比较多的风险提醒 因为逼迫这个事情 他把它画在图上了 那就有可能会迎来一些修正 所以在修正的过程中 建议大家要不就跟他一样 手脚是比较快的 台积电有跳空 向下的缺口就是很好的买点 要不然就是保留多一点的现金 看到您喜欢的股票 将来还是挺有机会 捡到您爱的价值股 好 广告回来的话 明汉经理要上场了 明汉经理一直对科技股的发展 非常有信心 现在回答出来喊约了 我没有收到传票 那到底华尔街 要不要给回答一个公道 那被错杀的科技股又有哪一些呢 好 常常提醒大家 降息的趋势确定之后 要的就是景气要温和 而且最好是保持平稳的成长 现在任何经济数据的不好 都是硬伤害 但是真的不好吗 因为礼拜五我们有就业的数据要公布 那前两天公布了这个ISM的制造业指数 低于50市场恐慌了起来 可是这些也许都不是核心的问题 重点在能不能找到一档好的 ETF包含了很多会研发的公司 就可以趋吉避凶 好 明汉经理 好 这个又莫名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些景气的数据 让人颇为担心 像上一次802加805对不对 就是失业率上升导致的 那这一次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危机 还是其实大家有点误会 另外的话 现在其实买单一的个股 每个人都怕 可是有没有ETF是可以找到 抗跌又随涨的好公司 好 确实 我个人觉得真的跌得有点莫名其妙 这一次的股灾 对比来讲 刚才提到 大家可能都跟这个8月5号下去做对比 跌1800点 对1800点在这个位置 那当时就是非农就业 大家简单来讲 你看这个橘色线 这我觉得是蛮合情合理的 就是原本都表现不错 稍微有点点异状 重点是突然大幅创高 等于说这个失业率大幅创高 大家有点担心 我觉得8月初 我觉得那个跌的时候 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这次的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 就是ISM制造业指数 跌了999 那可是新闻面都会讲 这五个月来 其实都在融库线下 那我只是告诉他 其中因为只有一个月 他不小心攀上了融库线 其实这个ISM制造业指数 已经一年半都在融库线下 而且重点很纳闷的是 这次是对比前一个月 是反弹的 对 有上升一点 对 我说创低啦 这种创高 我觉得还合理 这次是回升 只是回升不如预期 既然能重错 我是真的是蛮纳闷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 是在这个礼拜五 公布的非农就业 简单来讲 就是这个延续性 我刚刚提及 现在市场预估值 大致上有概念 就是跟上一次差不多 稍微好转 我觉得稍微好转 一定是正向 如果持平 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有概念 你绝对不能再恶化 再恶化的话 这故事会完全不一样 只是就目前 假如我个人觉得持续在恶化的几率 真的是不高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倒不用太过担心 那刚刚提到其实重点就是每一次大家在恐慌的一个状况 当然说这是帮大家排序就是每一次单天指数下跌超过五个percent市场恐慌的情况下 其实到后来的指数的表现 特色你会发现三个月还不太齐 就是有涨有跌 慢慢到六个月慢慢的都变红了 整个上涨机率就有七成了 到了两年三年你会发现几乎都找不到这个所谓的下跌趋势 除了两千年的这个科技泡沫 当时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的经济事件 才会导致未来没办法有效的反弹 所以我觉得说市场恐慌的时候 真的大家要稍微冷静一些些 尤其是重点是要降息 目前来讲市场应该都已经确定 就在这个月中理论上就会降息 那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 这一九八九年来的这个六四降息 只有两次真的因为经济的大幅衰退 要提醒他是大幅衰退 不是衰退 其实这其他的这几次当然也是有衰退 状况不太好 他才会做降息的动作 对吧 只是说稍微的经济不好 其实降息他会治愈这个所谓的经济的一个弱势的状况 所以稍微的这个经济疲弱 到后来降息之后股市都是走高的 我有这两次刚刚提到科技泡沫跟金融风暴 有这么严重状况 才会导致降息无用 股市持续走低 这经济层面来讲 就跟大家讲GDP 第二季的GDP 其实是上修了 我觉得这个过去也就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大家对于未来的展望 一直到明年 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 理论上你必须要抓到连续两季 所谓的GDP 转为负值 这样才符合经济衰退的要件 那股市来讲就会有比较大幅波段的这个修正 目前角度我觉得言之过早 那尤其是我们常跟大家讲 有些投资人问我说 为什么在重挫的时候 你会那么有信心 我有点偷看答案 就是这个获利预估值 只要他没有太大的修正 我常觉得只要企业获利不修正 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多很多事件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经济事件 他都问我说你怎么解读 我说就台湾投资角度出发 你只要想一下 对台积电的获利预估值 会不会修正 如果不会就是短线的修正 所以跟你讲 大家看到S&P500的获利预估值 还在创高 所以股市的短线修正来讲 我个人觉得都不用太过紧张 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关键 除了讲指数 我回答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他说 就是媒体乱写的 根本没有受到司法部的通知 当然他他既然都已经否认 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老实就我的角度来讲 无风不起让 因为以他现在的角度 确实他三千块可以的成本 可以卖四万块的东西 加上市占率96个percent 确实未来被调查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就近期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Google Amazon 这些后续被反垄断调查的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后来不了了之 另外呢 最后也是最起码拖三四年后 才会有结果 所以我简单来讲 换个角度讲 这个是一个就算是真的好了 未来就算真的发生也要拖三四年 这很长远利空 不要太过紧张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可以看到蓝色的获利益估值 他每一次会有一个 类似这样悄悄板的走势 这个每一次往上走 就是在他的财报公布 那你看到每一次呢 这个财报公布都大幅优异起 导致获利大幅串升 可是所以导致之前股价表现都很好 这次出来虽然说说得很好 但股价跌了 大家就认为他一定有问题 但是可以看到这次很明显的 他蓝色线还是大幅走高 其实跟之前的把说会过后 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我要不断地重申 我要跟投资人讲到 是你在看股票跟这个所谓基本面 就是股价走势跟基本面 有时候要稍微脱钩 你不要看到股价 也就觉得他有问题 不要因为他大涨 就认为他基本面一定很好 其实数字会说话 其实确实表现不错 另外大家可能会担心拼命地 在这个半导体挥达持续减码 我只要告诉大家 美国的比较大型的 这种半导体ETF 其实资金流是不断地往 他这个方向流动 并没有因为说最近的股災 或者是科技类股 或挥达跌很重 大家在开始卖股票 其实并没有 而且刚刚提到即将降息 过去记录来讲降息时间点 电子相关类股的表现 其实是明显优于大盘 那我让你不意外 因为电子相对来讲 是波动大的相对族群 那资金多是一个利多状况 他自然就会比较强势 当然代表着 如果今天经济层面有问题 他们跌势来讲 也会相对比较重 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人 只是讲到没有太大疑虑 那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在跌什么 我们还是要帮大家选一些 我觉得可以持续关注的个股 等于你要教大家 因为一下跌 我刚刚有讲 一下跌你就突然对这家公司的信心 变成负向 我觉得投资人常有这个问题 但你说你有偷看答案 你偷看了什么答案 你要教大家一下 没有 我们刚刚讲的 获利股值 获利股值 还有什么东西 那重点就告诉大家 重点很多的个股下挡有成 就是来自于他们的研发 而且我跟大家讲 你看他的财报的研发费用比例 你不能只看一季或一年 其实他这些个股来讲 都是常年耕耘 花了很多的这个薪资跟费用 在这个里面 那让公司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 所以会导致一个现象 如果公司来讲 在这个研发费用比例相对比较高 他的股价来讲 就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挡的支撑 那会有一个现象 下挡的时候会有支撑 重点是在反弹的时候 他也会相对比较强劲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个股来讲 也是这个八月呢 指数从低点一直反弹 在过程当中 提早比大盘要去回补缺口的个股 只是投资人看到 他常常都会觉得 这好像大部分都是大型全资股 不过也因为这样 他们才能成为大型全资股吧 是 也是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你会发现 如果说费用比例相对来讲 有达到均值以上的这些公司 你会发现有达到跟没达到 对于这股价的影响 大型的这个所谓的股价的落差 相对比中小型要明显大 是 所以我们才会选股 就跟大家讲 选择这个研发备用比例 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加上说股价在反弹相对比较强势 而且比较大型 这三个交集的个股来讲 就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震荡 大家恐慌的时候 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方向 那刚刚提到台积电的部分 就是比较重要的观察点 对吧 那刚刚提到研发费用 刚刚比例大概落在八%左右 你会发现特色 这是用年的角度 他确实每年只增不减 这个趋势不变 那这个是上半年的状况 这几年上半年都还在往上走高 在今年上半年还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跟大家讲 台积电今天能做龙头 而且跟第二名有这么远的距离 其实不是捡到的 人家是长年花了很多钱在前段 只是你没有看到 无论是先进的设备 或者是这些人力的所谓的发展 或者是在研发费用的部分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那这些来讲 个股投资人不见得有办法 每一档个股下去搜寻 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00935 就是这个野村创新科技ETF 它有个好处 就是公司这档ETF 它的出发点就尽量选择 这个研发费用 比较高的个股下去做出发点 那理论上它有三个层次 就是所谓的多角发展 那这块来讲应该说 大家在讲科技族群 很多有些ETF在半导体 有些可能是固定在晶片 那这档ETF比较特别 就是多角发展 除了这些5G电动车 或者最近的机器人 很夯的 其实都在这些族群当中 我个人觉得 多元发展跟研发费用高 去选股 其实就是给予它 在下档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但是其中它这个11种主题之中 包含了AI而且比例相对比较高 AI我个人觉得不是像应该是上扬的动能 当指数直稳了之后 相对来讲 它就有比较有这个上扬的一个动能的一个机会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就这个00935 它的整个所谓的表现来讲 明显会高于这个电子跟大盘的一个部分 主要就刚刚提到 在这个AI比例高 研发费用高 加上多元的一个布局的情况下 所带动刚刚提到下档有成反弹相对强劲 那这一次从这个八月五号股灾 就可以看到 这个很有趣 三天内唯一零下跌的 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惨烈 从1000到1800两天下来 马上的三天反弹过后 它马上就回到这个所谓零水位 所以简单来讲 几乎是零下跌 三天就可以回补这个之前的一个跌势 那重点我刚刚提到 这个第一它是来自于抗跌 就是研发费用高 重点在这个AI的比例相对比较高 带动的反弹 那当然除了这个八月五号的低点 一直到八月的这个所谓指数的一个反弹 高点的这过程当中 整个所谓的反弹力道 也比其他的这个相关的 无论是科技族群 或者是综合相关的 这些所谓ETF来讲 都有比较强势的表现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FED要即将要做降息的动作了 那就过去的记录来讲 从这个所谓的创新科技指数 下去对比电子跟加权 无论是短期或长期来讲 其实在这个创新科技的一个部分 刚刚提到的相对而言 中长线都会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 尤其是这个00935成立以来 刚刚提到大部分就是延续 其实老实讲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科技多头的情况 所以相对上表现是强的 只是说目前的角度 在这个所谓的大家的杂音的情况下 终于给大家比较好的一个进场机会 所以我觉得说可以持续关注目前的角度 刚刚提到只要我们提到失业率 只要能够指稳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要重申 我觉得回答是一个基本面跟目前等于是股价的一个走势 技术面的短线脱钩 可是基本面跟股价走势脱钩 一定是短线不可能长线 所以未来来讲 我觉得都还是有在走升的机会 尤其是说股价近三年的表现来看 可以看到935的表现明显比电子跟加权要强 只是刚好在目前的一个角度 刚好这个935即将要做这个除息的动作 首次的除息 9月18号 只是说比较9月18号 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最后这个升购的916 刚好是在这个9月17 这个中秋节的前一天 礼拜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以目前预估配发是0.6 年化报酬率大概5.8 那投资人 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样 因为应该说台湾人 这个强行针打多了 现在看到5.8的殖利率 可能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兴奋感 可是我个人觉得你要有概念 这个是架构在科技类股上 大概先有概念 台积电这么强势的个股 他的殖利率一直维持在两个percent左右 所以相对来讲 你现在能够有五个percent 已经算是真的表现很优异 但是我还是要重申 就我个人角度 我觉得像这样科技类股 ETF近来就不是要用这个所谓的 殖利率的角度出发 第一个一定是用趋势 反弹的时候要最强 这是第一 第二来讲就是希望在下跌的时候 能够抗跌 那这个ETF来讲 就靠着这研发比例相对比较高 去做抗跌 最后才告诉他 这个我个人觉得 这真的是有点service赠送 那这五点八个percent来讲 如果能够在九月十六号最后申购日 去做进场来讲 等于说这块呢 可以给大家一个更大的一个获利空间 好 等于00935号 野村台湾新科技50 那他我觉得他有个东西很厉害了 因为我们都说科技股要成长 你说你偷看答案了吗 知道这些科技股有底气在成长 但成长的里面最隐含的核心 就是他们的研发力比别人更强 好 这是这档ETF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 好 这边非常谢谢明翰经理 谢谢 好 大家知道明翰经理 对科技股信心的来源吗 不要再下跌就没信心了 偷看答案 答案就是他们的成长动能还是很好 他们的业绩没有问题 而这些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达成的 而是常年他们有很好的研发投入 这个也是台湾很多龙头级的科技公司 非常赞的一点 所以有一档ETF叫00935 就是一口气打包了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最后要参与除息的话 9月16号要进场去做参与了 那当然赵怀是要提醒 不管投资基金或ETF 都是有赚有赔有风险的 申购前一定要享阅公开说明书 好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的齐全王子张林中 钟哥要上场了 最近三天 外资最明显的动作就是大台空单 快速减少 难道真的可以不用看空台股了吗 好 钟哥要带来一点点乐观的预期了 好 这几天有点看不懂外资了 像昨天的话 我们看到外资现货卖超过1000亿 是史上最大的卖操 但是空单却大降了6000多口 短短三天 短短三天 我们的期货空单从4万口 降到25000多口 可是现货又在卖啊 这些问题只能问齐全王子了 好 因为上一次来有特别提到 常常在四坏球 不然就三坏一毫 听起来就状况不是很理想的状态 但是现在我们又在等礼拜五了 现在失业率跟飞农 好像有一点风声鹤唳 没关系 这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是合理价 也许就没有那么恐怖了 那其实大盘这一波盘了太久 我觉得前一天的下跌 其实是空方找理由 刚才明汉经理有讲 那个数据可能之前都其实不太好 那礼拜三公布的数据 其实大概也是偏向比较差的 那但是空方就开始反应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当初下跌主要是这个东西 就是PMI 472 那不如预期的475 那其实差距并没有太多 那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礼拜三不是重挫吗 那礼拜二重挫 礼拜三其实昨天也有公布 公布什么呢 职位空缺 那降到三年半的新低 那法人预估应该要有这个809万 那事实上只有767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没有让这个美股继续下跌 那这个简单的白话就是说 假如我的小孩 第一次段考考了40分 考了40分 那我当然伤心嘛 然后鞭打一顿 那第二次段考考了58分 那我就觉得很高兴 抱抱他 欣慰你辛苦了 可以这样子是不是 就大概这个感觉 就是虽然还是差 但其实空方已经不反应 就是父亲已经不生气 所以关键来了 明天晚上的飞农很重要 我们来看右边 那一个是 这个是非农就业数据 这个是失业率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数 大概公布值跟预测值 他有一点每个月会上下这样交错 趋势没有太明确 但你看失业率就很明显 就是你看这个是 蓝色是公布值 那这个虚线是不是预测 预测都会以公布 就公布都比实际预测要高 就是失业率持续在这个上升 那明天因为这个地方预测在这个地方 所以公布可能还是会缓步在这个地方出现 那当然不要突如的太高 那太高就是可能会经济衰退 一律就会更重一些 所以非农明天可能还是会不好 但要关注一下 如果明天非农不好 那大盘已经不会再反应了 那我觉得下周可能就是一个反弹的正式的开始 好 希望美股的爸爸跟钟哥一样认词 对 58就开心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外资在台湾 他们过去几年持现货交易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有统计过 当然会长这样子 第一个大盘要呈现出生段的时候 它的现货一定会开始买 然后会做多很多期货 那外资的特色就是它很多钱 它有很多全职股 它有很多期货的多单或空单 那如果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具的话 其实我们要赚钱并不是太难 在这出生段 那末生段就会现货持续买进 然后期货开始放空 那再来就走到什么 起跌段 起跌段 像今年的8月初就有一种这种味道 股票卖的相当多 然后期货空单做的很多 两个都去空 那这几天比较像是什么 像是最后的末跌段 就是现货还在卖对不对 礼拜二重挫 它卖了这个1000亿 但是它期货做多 回补了很多口 对那就是像这个 卖现股 然后回补空单 那如果它在这个下周开始 慢慢补慢慢补 甚至补到1万口之内 我觉得就会回到这个出生段 虽然你说 它要绝对的 绝对金额要超过零轴 变成正多单 我觉得不太容易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机会可以跳到这个出生段 是 好 因为这个 所以回补空单这三天 对你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对 你看今天 其实它今天回补这个金额 大概算起来台币是500亿左右 那现货卖了两百 两百 五十亿左右 对对 两百八十多亿 那你这样加起来 其实它今天是大幅的做多 那这一次它很快就把这个单子 把它获利出场 那我们看这个是四个关键的指标 我们长期在看的 那这一波就这几天 你看它的空单 持续一直在快速的回步 那大盘 那当然这一根的黑棒 高点应该还是要站上去 代表可以把它化解掉 那你看这个散户 散户还是持续在做多 就是从7月26号开始到现在 但是它现在已经稍微 有一点快要翻空了 那这对大盘也是加分 那自营商的选择权 在今天大幅的翻多 翻多到两万五千口 那自营商都是做选择权 所以它大概是塞了很多的put 卖出卖权 那这个是这个 齐交所公布的pulco ratio值 它还是在100之下 但是有一点靠近了是96.04 所以我们从这个绝对的这个指标 看起来是三坏一毫 但是是往好的方向转 对筹码转好 然后季线还是比较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状况就是量不够 你量不够的话 你说要像过去大多头的时候这样的冲 可能相对难度就高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筹码的方向是往好的来做法 那我们说如果这个 这个反弹的波要走的比较长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位阶 那美股我们比较三个市场 其实我们待会从它去讲到台股 那这是小稻穷 那橘色这一条是10天的均线 然后这个蓝色是季线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10天均线 在季线的上方 而且距离相当远 所以小稻穷是这三个市场里面 现在最强的 也就是它的成分股 你看都是一些传产的 像可口可乐 迪士尼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 实际上最近是没有什么修正 那比较差 小SP大概是偏强 因为它的10天跟这个季线 相对靠的比较近一点 那最差是这个小纳 你看小纳在这个地方 包括像这个苹果 苹果昨天还下跌 因为它9月要发新机 可是还没有什么反应 那辉达更不用说 已经持续在做修正 所以你看起来 科技股就是比较弱势 所以科技股如果我们持有太多的话 那短线暂时 它如果没有压上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稍微可以解码一些 那但是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 是不是有点冲突 这个盘要反弹 但是科技股比较弱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 其他的股票可以试试看 好 我们也可以做配置 对不对 像刚刚没有介绍科技型的ETF 那再配一些 你觉得比较稳健 避风港型的非科技 这样也蛮完美的 是 那怎么选呢 我们再简单教大家 那这个黑板就搬出来 我们上一下数学课 不是太困难 数学课 现在是震荡期 那合理价怎么算 举例 假设A公司 它去年的高点是100块 然后EPS10块钱 那今年的EPS 如果成长200% 就是两倍 假设去年是不是10块 今年是不是变成20块 20块 对 那今年的合理价应该多少 也应该乘以200% 照理说要乘以2 对 去年是不是高点100 那你要乘以2 变成200块 那如果现在还在100块 或是105 不是很奇怪吗 好 而且它成长那么多 本益比应该要提高 对 那照理说 如果价格还是很委屈的话 一定是法人看到了 他也许是名言不太好 或是有什么 营运上的问题 但是如果都没有看到的话 他可能就有机会 可以去减一下便宜 所以这个很简单 对 大家都算得出来 那为什么股票算不出来呢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讲过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市场共识 有算很麻烦 对对 就是大家看法不太一致 那我们来看 我们有三个方向 来选股票 第一个就是 昨天跌了 这个将近1000点 然后还没有下跌的 有哪两档 我们早有股票期货的 其实大只有两只 一档就是1477的巨洋 好 非常抗跌 对 然后3045的台湾大 好 那我们就来算了 你看 这个巨洋的去年高点 是不是403 然后今年的H1 H1就是这个前半年 他赚的是8.18 那去年全年 他是赚16.5块 然后公式就来了 这个B除以C 就是第一栏位 B除以C乘以2 因为我们是算半年 那如果是整年的话 乘以2 所以是99.15 也就是大概在及格边缘 我们的及格就是100% 要超过100 所以我们把403 去乘上99.15 代表你合理价格 你今年至少 应该都要维持在399.5 这个地方 好 那9月4号的收盘是385 你看是不是有差距 大概14块左右 对啦 但是没有很多 对 就在空间就没有那么多 那今天呢 是394 是不是有点上涨 今天涨了还不错 待会我们会看一下K 所以股价空间是 我们是从9月4号的收盘 去看起来 当然还有3%左右 那如果超过399.5以上的话 那代表法人可能看到他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很多 因为我们算法是从这个H1来算 那没有算到Q3跟Q4 搞不好下半年成长很多 对 那可能这个地方股价 就会拉得更高一些 那这是巨洋 那台湾大的话就更夸张 什么夸张 就是他这个股价空间 打一个dash dash不是算不出来 也不是电脑坏掉 他就是没有空间 就是有办法 9月4号收盘是112 所以你就把112去乘上 0.94就是这个 应该会比现在更低 99.4这个地方 等于他现在的价格 对不对 有点高 是溢价的状况 就是溢价的状况 那因为这个电信股 都是属于避险型的 你看台湾大远传 中华电信股 如果涨了很多的话 那时候大盘一定都不好 对 所以这两档 就是昨天没有跌的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股价的空间 但中科老师 去年大盘的本益比 没有现在高 现在大盘本益比 也比去年高 所以他们搞不好 还可以再享有 再高一滴滴的本益比吧 对 没有错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巨洋的K 那这个是今天的 这个小红棒 然后他 公寄线没过 对 8月的营收 他创高 大概41亿左右 这边41亿 好 然后创新高 创一个这个 史上最好的8月份 当然收到这个奥运 还有他这些产线 美国客户 那他主要客户是 最大就是GAP GAP 那个品牌 那拉货有增加 所以你看这个 外资跟投信 其实买的并不多 但你看这个 大额交易人 就是他的大户持股 大概相对在高的 高的一个水位 那目前看起来 股价我们刚才说 空间大概没有太多 那你就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下半年更好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个 向上的机会 对啊 8月创新高 所以下半年确实有机会 对 那这刚才是讲说 昨天大盘在跌 他没有跌的 好 那这个是昨天 昨天法轮买进的 照理说跌一千点 那法轮还买这么多 就不太容易 那第一名是星光晶 好 这个有他独特的原因 对 他有特别原因 那我们来算一下 他的获利预估 算一下 那他也很好玩 我们看哦 他去年高点是十块钱 对不对 然后这个今年上半年 赚了0.52 去年一整年是赔了0.48块 转客运营怎么算 转客运营就我觉得不太好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可能有点算错 但是算出来是416% 我是用 我是用绝对距离的概念去算 绝对距离 大概不太好算 代表他可能 还是有往上的一些空间 这是星光晶 好 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他是负值 他是负值 但目前中间已经出价了嘛 好 那我们其他四档 我们大概直接去看 看股价空间比较有的 那像世界跟上全 这个都是没有空间 为什么 因为你看像上全 是细光子的题材 对 那今年的上半年是赔的嘛 那去年也才赚0.13 那股价很强啊 所以这种股票 你可能就要留意 在大盘比较震荡的时候 他就要比较特别的小心 那没有空间 那有一档是永光 永光是170%的空间 去年高点是24块 那今年的上半年是0.28 去年整年才赚0.16 所以两个相处是175% 我们说合理价 就是把这个栏位 乘上这个栏位 所以应该是42块 对不对 那今天的收盘是25.75 所以是不是空间就拉出来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K 永光特用化学 他8月营收虽然是这个月减 那也是年减 但是他这个题材反应已经稍微 有点上来 那照这个EPS的算法来看 空间在42块左右嘛 所以往上 这边缝回 如果你看一个 这个长期均线没有跌破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向上走 对 好 永光的话 杜大师前几天有聊过这一档公司 大户刚进驻嘛 是 对 第三个方式我们是看 我们昨天是 我们刚才是看昨天买最多 对不对 那这个方法是看 最近十天买最多 最近十天我们知道大盘其实没有动 他都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 那他还能买的代表什么 避风港 就他的钱放在这边 他不太怕亏损嘛 甚至可能有机会可以赚钱 那这五档都是买最多 法轮买最多 第一名是长荣行 长荣行最近十天 法轮买了六万六千张 那按照一样的公式来推估 ABCD栏位 这应该不难吧 看起来应该算简单 那你看 A的这个栏位 去年高点是36.2 那今年的上半年 那这是这个去年全年 所以获利股就有这个东西 那把36.2乘上1.15 就是41.6 那我们看 这个昨天的收盘 9月10到当天 就是中错的收盘 是35.15 那代表你还有六块多 六块多可能就是18% 那他跟远东西的这个价格 都差不多 大概都有18%左右 最特别是富邦金 怎么会差这么多 对可以留意一下 富邦金今年的盈运 真的相当好 它是金控股的获利王 去年高点只有66.6 那今年的H1赚了5.97 去年全年才赚4.8 它光是上半年就赚赢了去年 所以如果Q3Q4保持这样的节奏的话 它是有个248的获利股 你把66.6乘以2.48 就是165 照理说要到这个价格 所以你看 现在是不是大概90 今天涨到92.3了 那这个空间是182% 所以你看他的K 包括像富邦金 长龙行 原则上只要在 这个长期的均线之上 我觉得都是一个偏多看 暂时没有问题 而且你看富邦金的千张大户 它在一个高点 那长龙行也类似的 所以他们也大概发现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价格逐渐合理 那可能可以长期琢磨的标的 好 等于我们帮大家算了一下 不代表他一定会涨到所谓的目标价 可是也代表说 他目前是有点被低估的状态 相对安全 相对不用太担心 没错 这样好 非常谢谢钟哥 好 钟哥这一张趋势图 有没有看一下 现在比较像是外资的空单在大减 但现货还持续在卖 有可能是看空的末跌断 希望 希望外资赶快回来 空单减现货增 这样子台股就有好光景了 那当然现在要选股 要选现在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算给你看咯 提供给您做参考 下一段节目依旧非常的精彩 我们的阿肚肚大师会留下来告诉你 虽然现在我们好像在忍耐 但是中秋节有机会变盘 第四季是非常看好的 等一下有推背图 另外我们也要来告诉大家 如果现在现股搭配ETF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让你度过这一段春天期 未来有赚钱的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